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,晋国和楚国争霸是主要的历史事件。 而在晋国和楚国之外,晋国和齐国,也是春秋时期比较强大的诸侯国。 就秦国和晋国来说,在春秋初期曾经互相联姻,所以形成了情境之好的关系。 不过,在公元前627年的小之战后,秦国和晋国正式决裂。 在小之战中,先陈率领的晋国大军,殲灭了秦国的三万大军,可谓重创了秦国。 在此背景下,晋国选择联手楚国,以此和晋国共同抗河。 到了公元前578年,晋国和晋国之间,又爆发了麻粹之战。 那么,问题来了,对于晋国和晋国之间的麻粹之战,结果谁赢了呢? 一首先,自公元前627年的小之战后,晋国和晋国之间,又爆发了十多场规模不是太大的战役。 比如公元前620年的灵狐之战,公元前615年的河石之战,和公元前594年的河石之战。 值得注意的是,因为国力上更加强大,所以,在这十多场战役中,晋国可谓胜多败少。 就晋国来说,在建立功继位后,选择和楚国缓合关系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晋国则准备联络楚国和敌人共冒法晋。 楚共王拒绝了晋国的要求,并向晋国通报情况。 到了公元前579年,晋国约白敌攻击晋国,不过,晋国立即祭拜了白敌。 为了先巴制人,晋国在一年后发动了马祟之战。 二根据史记,春秋的史料则记载,公元前578年春,晋力公寓将乱书、寻耕、释信、韩诀等律上,中,下集新四圈前往周都王城,接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元附近。 由此,为了进攻晋国,晋国可谓清朝而出,将自己的主力军队都派上了。 除此之外,作为中原大主的晋国,还要求其宋、魏、鲁、正、曹、朱、藤、这八个诸头国,也率军跟随晋军。 除此之外,当时东周的国军周检王一派大夫由堪公,成速公率军驻战。 在此背景下,晋国在进攻秦国上,这一次率领了九国大军。 对于九国大军来说,除了晋国这一强国,还包含了齐国、宋国、鲁国、战国、魏国等实力不弱的诸侯国。 三到了公元前578年的夏天,晋力公帅诸侯连军去进攻秦,秦国出兵营机。 根据史料记载,这一次晋国等九个诸侯国的兵力支,合约了十二万人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当时还不是被查强大的秦国,只派出了五万大军出战。 由此,麻岁之战,成为春秋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战役。 在麻岁之战中,秦国因为兵力上的巨大悬殊,加上晋国主力装备精良、卸裂有素,所以迅速祭拜了秦军。 此战,秦军不仅损失了数万兵马,而且有多位将领,被晋国联军俘获。 在麻岁之战后,秦军才不败退,进击诸侯联军渡过金河追击到头里,经陕西省力全线境内,也急攻打到秦国附地后再回尸。 四最后,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,麻岁之战的失败是秦国。 树势不振,不再对晋国西边构成威胁。 在麻岁之战后,秦国基本上没有和晋国再爆发过较大规模的战役。 业绩直到春秋结束,晋国都受到了晋国的压制,从而乃引向中原地区扩张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晋国在取得麻岁之战的胜利后,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在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地位。 在麻岁之战后,也急攻元前575年,晋力攻在延明之战中战胜楚国,实现了晋进空重建霸业的愿望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欢迎留下你的宫典,让我们一起讨论。 文心怀历史 文心态 文心态 文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